大约在我上中学的时候 有一次家里的一个长辈问我 电脑上的网站是怎么赚钱的 这是一个对于他那个年纪来说 非常有深度的好问题 可惜我却不会回答 只是想起前几天刚冲了一次QQ空间的黄钻 而后一直后悔不已的事情 于是回了一句 大概是让人冲钱吧 他O了一声 我N了一下 当然我没有蒙对 好在他也没有深究 很多年以后 我才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实际上他就写在各大互联网上 互联网公司的财报里 广告 广告 还是广告 没有错 答案是广告 造化总是弄人 没想到十几年以后 我竟随着自己的职业生涯 被卷入了互联网广告的浪潮之中 找了一份专门研究 移动互联网广告变现的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 我隐约感觉这里的水很深 但说不好到底有多深 因为还不到一年 我就离开了那里 以至于离开了整个互联网广告行业 前一段时间 我去拜访了一位当初和我同事入职 却坚守了五六年 最近刚已职的前同事 我好奇的问他水到底有多深 他随即邪魅的一笑 让人感觉事情可能并不简单 随着我们话题的深入 我开始意识到 我在职的那一年里 所接触的东西 多少是有点正经和保守的 而那些令人大开眼界的非正常手段 才是最了拨新鲜的部分 作弊和反作弊之间的技术交锋 和商业博弈 宛如一场互联网广告行业的猫属游戏 为了理解整个游戏的玩法 我们先要了解 移动互联网广告中的四个主要角色 第一个角色是广告主 也就是那些想要增加品牌曝光度 或推广产品的人 与之对应的是第二个角色 流量主 也就是那些拥有大量用户的人 在移动互联网里 一般是APP的开发者 但和众多行业一样 买和卖的两头 出于时间成本和沟通效率的问题的考虑 一般不会直接交易 而是通过中介进行对接 所以这里有第三个角色 广告平台 广告主在广告平台进行投放 APP开发者在自己的应用中 接入广告平台的SDK APP通过广告SDK 拿到广告主的广告单子 在适当的时机和位置 将其展示给用户 而广告主的投放费用 将被流量主和广告平台三期分成 但这些角色相互之间 存在一种信任危机 如果广告的效果 全由广告平台或流量主说了算 广告主会觉得 可能存在虚假流量 黑了自己的钱 而如果全由广告主说了算的话 另一两个角色 会觉得广告主可能扣量 一个移动互联网广告完整的流程 主要有四到五个环节 首先流量主的APP 通过广告平台的SDK 向其请求广告 然后向用户展示 有些广告到此已经结束 称之为CPM广告 按照展示亮手费 主要用于品牌增加自己的曝光度 如果用户对广告内容感兴趣 则会点击 如果是品牌类的广告 一般是品牌的官网 如果是产品促销 则是购买页 如果是APP推广 则是应用市场的下载页 有些广告到此结束 称之为CPC广告 按照点击量收费 主要用于一些 希望用户看到产品详细信息的情况 点击之后到达落地页 用户可能会有后续的操作 比如注册成为用户 购买产品 或者下载安装应用 有些广告到这里才算结束 接下来我们的内容 以APP推广内的广告为例 这也被称之为CPI广告 按照安装量计费 而近些年来 广告主们逐渐开始 更关心推广最终带来的实际效果 比如用户安装后的活跃度 留存率是否正常 如果是游戏应用 用户是不是真的玩了几个关卡 有没有充值道具等等行为 只有这些用户活动达标 才算作一次有效的广告 也被称之为CPA广告 这种广告要求更加严格 当然单价也更高 广告平台会让自己的SDK 在各个环节做好事件的上报 形成自己的统计数据 而广告主一般没有精力 专门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又引入了第四个角色 第三方监测平台 广告主现在第三方监测平台 这些配置在事件上报的时候 同步给第三方监测平台 在结算时 广告主用第三方监测平台 和广告平台进行对仗 要求两者的数据差距不大 这套流程乍看无懈可击 实则漏洞百出 移动互联网广告作弊界 有两大主流的门牌 其中之一名为虚假流量派 广告的结算 依赖的是事件的统计数据 正常来说 这些数据由用户的操作产生 但如果作弊者能想办法 搞到这些事件接口的访问规则 便不需要用户真的看到和点击广告 搞一台服务器刷刷刷就完了 这属于虚假流量派中 比较入门局的说法 所以反制的措施也很多 首先但凡网络通信 势必要暴露IP地址 服务器上刷数据 就很难解决真实用户IP多样性的问题 好的 即使你不怕麻烦 并愿意增加成本 通过网络代理等手段 解决IP的问题 但这些事件接口 往往还要求上传 诸如系统版本设备ID Mac地址这样的设备信息 围造这些信息 很难保证他们的合理性 比如MacD的作为一种 全球统一管理 必须要付费申请的东西 围造它很难保证不出现重复 实际上在移动互联网广告的世界中 真实的用户设备 始终是一种珍贵的资源 当然除了这些问题以外 直接用服务器刷接口的虚假流量 最严重的问题是 数据上明显的异常 广告主们会发现 这些购买来的用户质量极差 比如留存率 过几天之后 大量的用户突然全部消失 如此一来 你猜广告主在结算的时候 还会不会给你广告费用 不发律师网警告 就算闻闻而养 所以为了尽量让流量显得真实 给广告主一种 虚而不假的尊贵体验 虚假流量派的作弊者们 开发出了一些其他的手法 比如设备农场 地价收购或租用大量的过时手机 使用群控技术 在这些设备上请求 并展示真实的广告 并以一定的概率进行点击和安装 而对于对用户活动有要求的CPA广告 甚至可以用脚本自动打开玩几天 这种手法解决着设备资源匮乏的问题 会让广告主觉得更加的真实 当然这种方法其实也很容易被发现 首先出于同一个农场的设备 同样难以解决IP多样性的问题 其次一台设备要反复的使用 所以作弊者会定期重新刷机 以持续的伪装成新用户 来安装广告中的应用 这会导致流量中的新设备率异常的高 还有现在的反作弊者们 已经开始关注设备信息中更深层次的特征 比如在不同地区的某一段时期内 各种机型的流行度 其实有比较准确的参考数据 但农场中从五湖四海收藏来的老家伙们 要么过于单一 要么过于杂乱 所以虽然虚假流量派搞钱搞得快 但马脚漏得也快 适合转一波就跑路的作弊者 而想要可持续的作弊 就需要开发出一些更高明的作弊机制 于是广告作弊界的另一个流派 龟音派应运而生 龟音派和虚假流量派最大的差异 是作弊行为发生在真实用户的真实设备上 而不是伪造虚假用户 为了理解它的核心理念 就不得不提及互联网广告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龟音逻辑 所谓龟音也就是把一次有效的推广 算在哪个广告的身上 举个简单的例子 张三上午在A应用中看到了 JOWER这个APP的广告 但没有点击 下午又在B应用中看到了这个广告 这次他好奇的点了进去 但没有下载 晚饭后在C应用中再次看到了这个广告 没有点击 睡觉前在D应用中又刷到了这个广告 这次他不仅点了进去 而且下载并安装了JOWER 到此广告主获得了一个有效的用户 达成了一次有效的推广 但问题是这份功劳到底算在ABCD哪个身上呢 不妨在弹幕里先猜一步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不得不先了解一点 移动互联网广告中关于APP安装事件统计的细节 展示和点击很好处理 因为它们都发生在流量主的APP内部 由广告平台的SDK负责上报 但安装事件发生在应用市场 脱离了流量主和广告平台的管控范围 所以这个事件是如何被统计到的呢 早些年间人们通过一种设备指纹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 每次点击广告的时候 点击事件中携带被推广的应用包名 广告的渠道标识以及设备指纹 比如设备ID 而被推广的应用在首次打开时 将设备指纹信息上报给第三方监测平台 监测平台发现确实有广告之前上报过 关于这台设备的这个广告的点击事件 现在被推广的应用又告诉它 确实被安装到了这个设备 于是就判定出本次安装来源于这个广告 但问题是在ABCD的例子中 B和D都曾上报过点击事件 那么究竟算谁的呢 人们为此提出过不同的观点 这些观点就是所谓的归音逻辑 常见的归音逻辑有first click 首次点击归音 也就是算在B的身上 当然在这个例子中 这似乎听起来不太合理 还有一种逻辑是last click 末次点击归音 也就是算在D的身上 确实距离安装最近的广告点击 看起来功劳最大 last click确实是一个 曾经应用广伴的归音方式 当然这种简单的逻辑 自然会遭来B的非议 他可能会说 张三下午的那次点击 给了他对这个应用的第一印象 虽然没有直接产生下载 但对最终的安装也功不可不 似乎很有道理 于是有人提出了线性均分的归音模型 也就是B和D评分这次广告的费用 提出了时间衰减的归音模型 也就是距离转化越近的点击功劳越大 比如B和D三期分成 话说回来 不仅B和D可能争执的有来有回 A和C也可能颇有为辞 他们可能会说 那要是这样 我觉得我也有功劳 虽然在我这里没有点击 但我的展示对用户也起到了 反复洗脑的作用 也不能说不对 所以在一些其他的归音模型中 单纯的展示 有时候也有一定的概率被归音 广告归音逻辑 实际上是一门异常复杂的学问 因为很难有人完全能够 把控广告流程的全部环节 比如我在手机上 看了一个产品的视频广告 然后打开电脑 在搜索引擎搜索产品的信息 最终通过搜索引擎完成了购买 手机上的视频广告 可能对转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这种跨设备的操作 导致其很难被归音 实际上早在PC时代 搜索引擎对各个广告渠道 碾压式的收割行为 确实是业类的共识 有人说广告归音 有点像中医治病 很多观点听起来好有道理 看起来也有模有样 但很难说真的发现了根本性的东西 更多的只是经验之谈 人们在摸着石头过河 般的探索过程中 提出了大量复杂的模型 以试图得到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归音方式 但不论如何 对广告归音逻辑十分熟悉的 归音派作弊者们 发现了这里面暗藏着 众多搞钱的玄机 比如现在A应用的开发者 动起了Y心思 虽然用户是在D中 点击并下载了焦耳 但我们知道 确定安装来源发生在焦耳这个APP 首次打开的时候 通过对比设备指纹实现 所以如果A能够赶在焦耳的首次打开之前 再伪造并发送一个该广告的点击事件 对于Nastic League归音模型 那么D的收益将被A全部抢过来 对于其他的归音模型 也会大概率的抢走一大部分的收益 归音派的内功心法 无非一个抢字 而抢的是其他正常广告流量 带来的真实用户 也就避免了广告主发现 后续数据不正常的问题 所以说相比于虚假流量派 要高明许多 而它的另一个高明之处在于 不仅可以抢其他流量主的广告转化 连用户自己主动下载的自然流量也抢得来 只要在用户首次打开下载的应用之前 把展示和点击事件伪造并发送过去就好 但A应用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伪造广告事件呢 主要有两种使用 第一种比较暴力直接 不做任何判断 持续而大量的发送广告的展示和点击事件就好 发送的越密集 就越有可能在首次打开之前抢到last click 这种作弊方式称之为click flawed 点击洪水 不过click flawed其实也很容易被发现 因为漫无目的的伪造展示和点击事件 将导致从点击到安装的平均时间过长 而且转化率非常的低 因为瞎猫很难碰到死耗子 可能伪造几万个展示和点击 才抢到一个真实的转化 这不合逻辑 另一种方式则比较巧妙一些 在脑版本的安卓上 一个普通的APP可以监听到新应用的安装 所以作弊者可以选择在发现有新的应用 被安装时在伪造广告事件 而不是漫无目的的泛红发送 只要抢在安装之后 和用户首次打开之前 把展示点击事件伪造出来 就万事大吉 这种作弊方式也被称之为click injection 点击注入 但这将导致另外一个极端 从点击到安装的平均时间过短 因为每次都是在发现用户安装之后 敢在首次打开之前 把展示和点击事件伪造出来 而且转化率过高 理论上是百分之百 因为是先发现有安装 再伪造事件 所以也很容易被发现 不过你知道的 利益总是让人创意无限 作弊者可以把注入和洪水 搭配在一起使用 每次click injection的时候 通知自己的服务器 服务器再通知一批 安装自己应用的其他用户设备 让这些设备做一次click flood 这样一来 两个一眼假的作弊流量被混合之后 数据看起来竟然变得真实起来 甚至为分布是集群技术 在广告作弊中的一种应用 不过分吧 当然如果是经验丰富 技术过硬的反作弊者 对这些混合流量进行仔细的分析 要发现异常也并非难事 不过近期年来 关于APP推广内的广告 这种作弊方式的影响力正在下降 因为人们逐渐从设备指纹 判断安装来源 转向了另外一种机制 River 在River的机制中 广告使用一个River字段 来指示广告的渠道 用户点击这个广告 跳转到应用市场时 会将其带过去 应用市场将这个值记录下来 下载完成之后 用户首次打开时 应用市场会将这个River值广播过去 焦尔收到这个River之后 也就确定了自己的安装来源 他再将这件事情上报 给第三方监测平台 如此也就最终将本次的安装 归因于第一应用中的广告 如此这般 应用的安装不再从点击事件上进行归因 而是通过贯穿整个链条的River 来直接追踪 作弊者伪造展示和点击事件 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就算会给一点收益 也不会有多少 当然River机制也并非铁板一块 漏洞就在于传递River的机制 广播 利益总会让人创意无限 作弊者们很快就意识到 你应用市场发得 我难道发不得 比如现在A在发现用户安装了焦耳之后 就开始疯狂的广播自己渠道的River 只要足够快足够密 就有机会抢在应用市场的广播之前到达 也就抢到了本次的安装 当然在此之前还需要依次伪造 并发送展示和点击事件 以完善整个作弊流程 毕竟没有点击 甚至没有看见广告 直接产生转化在逻辑上 多少一点说不过去 这种手法被称之为安装劫持 安装劫持和点击注入一样 转化率理论上高达百分之百 点击和安装的时间也过分的短暂 当然作弊者同样可以采用相应的方法 来规避审查 所以从2020年3月份开始 Google Play开始修改River的传递机制 从广播改为了API主动访问 被推广的应用 首次打开时 需要使用Google Play提供的API 主动查询River字段 如此也就终结了这些作弊手段 话说到这里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整个作弊流程中 一直有一个十分蹊跷 却没有仔细解释的问题 不论是虚假流量牌 还是归音牌 也不管是通过点击抢归音 还是通过River拦截安装 作弊者都需要明确的知道 广告事件接口的地址和数据规则 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确实可以通过抓包的方式 分析出事件的接口 但问题的根本不在这里 毕竟对接口做严格的加密处理 并非一件难事 问题的根本在于 到底谁在作弊 顺着这个问题 你会发现整个故事 最有意思的部分 不是前面所说的那些 奇思妙想的作弊技法 而是移动互联网广告行业 背后的利益关系和商业博弈 五花八门的开发者作弊 似乎是最自然的事情 毕竟大家都想让自己的APP 多赚点钱 而至于广告平台 按照花钱是大爷的逻辑 维护广告主的利益 似乎是他不二的选择 但花钱是大爷的这个逻辑 成立的基础是 大爷的钱得进自己的口袋 广告平台可能限于 介入流量的大小 而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 消耗完广告主的预算 但没有人愿意让倒罪的鸭子飞走 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广告平台 本身都会参与甚至主导作弊 而对于广告平台 广告主配置的各种事件接口 自然是一目了然 更有甚者 广告平台会伙同流量主协同作弊 他们事先商量好 广告平台负责伪造广告事件数据 APP开发者负责协助 收集用户的信息和操作 说到这里 你会发现在互联网广告的世界里 没有谁一定会或一定不会作弊的说法 只要利益足够大 任何角色都可能随时秀一波操作 比如广告主也有作弊的动机和机会 我们说广告的安装事件和后续的交互事件 是由广告主的应用自己上报给第三方监测平台 那我要不上报会怎么样 这样我岂不是可以扣掉这个确实从广告而来的转化 而赖掉推广的费用 整个互联网广告的世界仿佛一个黑暗森林 每个人都是带枪的猎人 随时准备将枪口对准他人又随时提防着他人的枪口 而更有趣的是 这些猎人的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作为一个APP开发者 他是流量主 而当他想要推广自己的应用而投放广告时 他又是广告主 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 他一方面可能在自己的APP中通过作弊黑别的广告主的预算来获利 另一方面又不希望用来推广自己APP的预算被别的流量主黑 反正就挺纠结的 但利益总会让人创意无限 当别人还在纠结的时候 有些机灵的作弊者却在这种身份的转换中发现了新的作弊手法 原理很简单 我们虽然呼吁人人平等 但由于全世界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客观上的不均衡 在互联网广告无情的计算规则中 用户客观上确实被分为369等 举个极端的例子 纽约某高级住宅区的用户和印度某贫民窟中的用户的广告价值 自然存在着天壤之别 那么搞钱的思路就来了 我们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去购买不发达地区的用户 然后给他们挂上发达地区的网络代理 自然这些用户的广告价值便瞬间起飞 买一个用户花一毛 而这些买来的用户看一个广告却能赚五毛 称作弊者一句互联网广告操盘小人手不过分吧 不过这种低买高卖的作弊手法也有自己的创口心 反作弊方现在已经开始采用诸如分析设备 IP历史变化 系统语言设置等诸多维度的特征 来确定用户的真实的所在地 以上这些作弊手段只是比较典型 而且不难解释的操作 那一天我们还聊到了许多其他令人折舍的手段 这些手段涉及更多的技术细节和前置知识 篇幅有限不予展开 后来我问他 广告作弊现象应该是少数的个别行为吧 还一副too young too simple的语气说道 恰恰相反 除了那些刚入行完全搞不清状况的小白是真的不会以外 作弊其实是多数的普遍现象 甚至有些站在干案之上的大公司 不便自己亲自下场作弊 于是去弄一些新的主题 开小号做这些脏活 你说他们缺这点钱吗 可能吧 但肯定不至于非赚不可 更多的是一种别人摸得我摸不得的心理在作祟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 因为有些人慢慢的从带枪猎人变成了森林本身 比如谷歌和Facebook这些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家伙 一方面他们有强烈的反作弊动机 广告作弊这种杀鸡还要取暖的行为 损害的是互联网广告整体和长期的利益 而这些公司作为全球互联网广告最大的受益者 这相当于在动摇他们的根基 就像康熙露齿群臣一样 做上的当然希望肃清励志 澄清环宇 以使得帝国千秋万代 而作弊则则一门心思想把钱搞进自己的口袋 作弊还是反作弊 看起来是一个正义和邪恶的问题 但你却不能简单的从正义和邪恶的角度 来看待这些具体的公司 作弊者自然邪恶 但反作弊者却也从来和正义无关 只是在这件事情上维护自己利益的结果 恰好符合人们对正义的想象 所以这是个屁股问题而非道德问题 另一方面 他们拥有强大的反作弊能力 举个例子 在广告归因的流程中 我们说安装Riffer的上报 是由广告主的应用自己完成的 广告平台和流量主是无法跟踪到这个事件的 但谷歌不同 因为应用市场也是它的 在追踪一个广告的全部环节时 它可以开上帝视角 所以这些公司往往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 他们做广告平台 但广告的归因只参考自己的数据 而不理会第三方检测平台 当然出于品牌信誉的考虑 业内对这些公司的共识是 他们原则上不会参与作弊 而且会大力的打击作弊行为 实际上也是如此 在技术上 他们花了极大的心思围堵作弊的行为 从广告平台的SDK到后台的数据分析 有一套完整的反作弊机制 比如通过严格的加密 将广告事件的上报接口给完全焊死 极大地减少了像点击洪水这样的作弊手段 发生的可能 经典的一像素大法 让广告界面只有肉眼难以察觉的一个像素大小 便可以绕过直接通过事件接口伪交数据的困难 不过他们很快发现并解决了这个问题 要求开发者使用他们提供的组件展示广告 并规定了广告的界面 必须达到一定的显示尺寸 作弊者还尝试过其他的方法 不过最后不得不承认 和这些庞然大物对抗十分的不明智 因为像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平台 得益于自己在整个移动互联网生态的强势地位 在反作弊上几乎只有想不想 而没有能不能的问题 尤其是近些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之前我们所说的反作弊方法都是基于规则的 比如转化力过高或过低 安装时间过长或过短 设备型号地区不匹配等等问题 都是富有经验的反作弊人士 根据行业经验总结出来的规则 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不稳定性 而谷歌作为安卓生态的建立者 它能拿到很多他人难以搞到的数据维度 Facebook也不遑多让 作为一个球迷级的社交应用 它也可以拿到极其丰富的用户特征 而记住人工智能技术 就可以从这些具有更多特征维度的数据中 更高效的发现更隐蔽的作弊行为 这时候可能就有朋友要说了 那作弊者是不是同样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作弊呢 原理上可以但实际上不行 作弊者往往不具备这样的技术能力 即使有了能与之匹敌的技术能力 你也没有他们那么多的数据用来训练 即使有了能与之匹敌的数据 你也没有他们的算理资源 即使你有了能与之匹敌的算理资源 不是你都这么厉害了 还至于担着风险和骂名去搞作弊的生意吗 其实还真有那么一些想不开的 并且这么干的 曾经有一家非常著名的上市公司 虽不能说和谷歌Facebook的实力相当 但也属于家与户晓的那一档 他们破解了这些大广告平台的广告SDK 通过作弊赚了大钱 但没想到的是 作为整个商业生态食物链顶端的角色 谷歌根本没有在技术上和它分高下的兴趣 而是在商业上一棍子下去 直接觉得它的生死 在经过调查并最终确定其存在作弊行为之后 谷歌将其在Google Play上的全部应用下架 并永久禁风 从全球应用分发的角度来看 被Google Play禁风 直接意味着在安卓平台上的 移动互联网业务瞬间击击 随后Facebook也宣布对其禁风 在联合的绞杀之下 该公司只能黯然的推出 几乎整个移动互联网市场 同时顶着作弊者的骂名 如孔一己一般惹得众人嘲笑 整一个惨自了得 所以试图和这些食物链顶端的广告平台耍花招 就得做好心理准备 平台可以失误无数次 但作弊者只要失误一次 便是万丈深渊 和这位前同事聊了许久之后 结合这些年的所见所闻 忽然间我竟砸没出了些许的悲伤 在很久以前的学生时代 我曾热衷于和人讨论互联网 我们讨论的往往是像电影 硅谷之火社交网络一般的热血桥段 一个天才的想法 一个伟大的产品 一个迷你双收的快意人生 现在我仍旧热衷于和人讨论互联网 但我们讨论的往往是投放 增长 渠道 甚至于作弊搞钱 却唯独不再提什么想法 什么产品 也可以说这意味着成熟稳重 契合实际 但也可以说 这意味着猥琐游腻 黯淡无光 慢慢的我开始意识到 在互联网广袤无垠的卧土之上 理想和天才 只是那个极小的聚光灯之下的故事 俗套和平庸 才是灯光之外的众生之相 挣钱嘛 生意不寒陈 做生意不过是买入和卖出 互联网生意也不例外 买入的是用户 卖出的是用户价值 长袖善武者赚得杜肥妖元 小白玩家赔得底调金光 至于产品和用户 很多时候只是这些生意的耗材而已 你在APP的评论区 笑他不懂什么是用户体验 他却笑你不懂什么是互联网